祝祝宝 Go 嘿嘿嘿 不要小看大度男 说到勇敢 说到机灵 他是一举棒 喂喂喂 别在他面前逞强 所有作恶分子 一旦见到他 善意跑 而他很简单 他最爱是冰激凌棒棒糖 朋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有他注注下 就不用烦 哦 军军棒 童话你做英雄 哦 军军棒 让血线中流动 哦 军军棒 一切在我手中 让世界更美好 坚持就一定成功 古老的五行元素 拥有强大的能量 但是却无人可以真正讲吗 只有五灵索的佩戴者 才能将这些能量转化 变身成威力强大的手心战士 两根包包糖各有各的特色 到底把哪根送给骑士长好呢 菜鸟 你就别送贺礼了 我们可都是空手去的 哪多不好意思啊 我们总不能白坐人家的飞机吧 猪猪侠 要不要我帮你选一根呢 好吧 两根包包糖都很好吃呢 真的很难决定啊 哎呀 我再尝尝看吧 吃吧 那就是飞机呀 这东西真的能飞上天吗 博比 你不用担心它能不能飞起来 应该担心的是 它飞到天上以后会不会掉下来 如果掉下来我们会被摔扁的 老大 我们还是不要去做飞机了吧 别那么胆小 菜鸟是故意吓唬你的 大家好 非常感谢你们能来参加守行仪式 不用客气 我能恢复原貌多亏了你的帮助 你现在需要帮助 我们一定会来的 有了你们的支持 我相信其他市民一定会消除顾虑 喜欢上这种新型的交通工具的 我代表研究社全体成员 祝你开张大吉 生意红红果果 这是 本来想送给你一根最好吃的棒棒糖做贺礼 可是舔着舔着 就只剩下一根棍啦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用这么客气 大家快上来啊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见证飞行史上的奇迹啦 大家请登机吧 哦 登机了 如果有会飞的怪兽加入联盟 一定可以提升联盟的实力 嗯 嘿 别怕 我不会伤害你们 住手 我有话说 快停下 我不是来打架的 快停下 我可不是好惹的 别紧张 我来这里只是想邀请你们加入怪兽联盟 并没有恶意 竟然拒绝我的邀请 难道非要我用拳头收服你们吗 这是 你好好考虑一下 我会再来的 各位观众 童话世纪的第一架客运飞机已经成功起飞了 好 我现在正在位于这架飞机的内部 它看起来很像公交汽车 那边还有很多座位 之前有很多市民担心飞机的安全性 担心它会从天上摔下来 所以怪物研究社成员们 决定用亲身体验来消除大家的顾虑 小呆呆 请你谈谈第一次坐飞机的感受吧 我觉得自己就像被鸟吃进了肚子里一样 我来说我来说 飞机的速度真的很快 我们以后坐着飞机去远方打怪兽可就方便多了 不过还有一点点不足 如果飞机上能够提供帮忙堂就更完美了 最好再布置一些健身器 这样坐着太浪費时间了 我说这飞机能不能来咕咕操操方面停一会儿 我想去方便一下 飞机上是有卫生间的 啊 还好说啊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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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要上厕所呀 哎呀 终于恢复正常了 你不是要去卫生间吗 不用了 嗯 这是什么味道 不不 不是我传出来的 哦 对不起 让大家受惊了 齐市长 如果您这样开飞机 是没人敢坐的 不好意思 刚才为了躲避一只小鸟 才不得已翻滚飞行 躲避小鸟 是的 由于飞机的速度太快 即使撞到一只小鸟 也会受到严重的损伤 所以一定要躲闪 这么说 坐飞机还是很危险的 呃 呃 这个 我 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行 走 呀 哎呀 哦 哦 哦 哟 啊 哦 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的 骑士长这个叛徒 竟然真的造出了飞机 想避免小鸟和飞机相撞 就要将小鸟驱散 但是用什么办法能驱散小鸟呢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 市民就不会安心乘坐飞机了 原来它是在为这个苦恼 鸟会攻击飞机 市旧要是也能攻击飞机 那我不就有办法收服市旧了 你很讨厌蚊子吧 只要把一个声波驱为戒 就可以解决你的烦恼了 声波驱为戒 这种声波很闹心有没有 非常闹心有没有 不仅你听了闹心 蚊子听了也闹心 蚊子一闹心就逃跑了 有没有 声波 对 就这么办 究竟怎么办才好呢 也许我可以帮你 你是谁 我只是一位仰慕您的市民 我希望您的飞机能早日为童话世界的市民服务 谢谢你的关心 可是我现在正在被小鸟困扰着 你是担心小鸟撞上飞机吧 只要把这个东西安装在飞机上 问题就解决了 这是什么 这是驱鸟器 可以发出一种让鸟类讨厌的声波 好主意 如果小鸟听到讨厌的声波 就不会靠近飞机了 真是太谢谢你了 不必客气 祝你从此飞行无忧 奇怪 为什么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好像玫瑰王子 不 这是不可能的 用了我的特质驱鸟器 鸟是被驱走了 但是怪兽可就被引来了 哈哈哈哈 啊 取调器果然起到作用了 明天就可以正式运送乘客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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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菲 等骑士长解决了小鸟的问题以后 我们就坐飞机去甜心岛玩吧 那里可有吃不完的棒棒糖哦 好呀 坐飞机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早上出发晚上就能回来 各位观众 本台刚刚收到了消息 玫瑰航空公司的客机 在飞行途中受到了失救的袭击 已经在野外坠毁 骑士长先生跳伞成功 目前已经脱离了危险 这张是犯人的头像 大家如果见到 就马上通知警方 什么 失救袭击了飞机 怎么会发生这样可怕的事情 我们赶快去调查一下 嗯 老大 背贝博上说 骑士长的飞机受到失救的袭击 已经坠毁了 什么 看来我们的立功机会来了 做完了 我们去逮住那只失救 从今天起 你们再也无法安心入睡了 别紧张 我只是来给你们报个信 我只是来给你们报个信 已经坠毁了 已经坠毁了 什么 看来我们的立功机会来了 做完了 我们去逮住那只失救 从今天起 你们再也无法安心入睡了 别紧张 我只是来给你们报个信 飞机因为你的袭击坠毁了 你已经变成了人类的敌人 他们会放过你吗 哈哈哈哈 他们可不会听怪兽的解释 就连你的孩子 也会被他们关进小小的牢房 永远失去自由 看研究社的人已经来了 他们拥有变身成兽型战士的能力 你自己保重 老大 是失救啊 看样子是要攻击我们 来得正好 先把他打下来再说 屎嫂来了 快跳车 可恶 武林魅力 变身 老大 我们都不会飞呀 还是请求支援吧 不 如果菜鸟知道了 又会来抢风头 吐灵之力 老大 别扔石头 会砸到自己人的 会飞的怪兽果然很有优势 伯伯明 用藤条把它拽下来 老大真聪明啊 武林魅力 变身 武林魅力 沉住他了 我拽不动他 让我来 波比 波比 别松手 波比 快 捂住他的眼睛 太高了 我不敢动啊 我 我要痛啊 真是个没用的家伙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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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拔着石舅了 石舅很威猛的 不过他以前不会主动招惹别人 今天怎么会突然袭击飞机呢 难道他以为这架飞机是只铁鸟 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石舅突然冲了过来 看样子非常愤怒 还好你没有生命危险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唉 只可惜这架飞机了 为什么我的驱鸟器没有用呢 驱鸟器是什么 我从书上看过 那是一种可以发出让鸟类讨厌的声音 让它们远离飞机的仪器 哦 我知道了 这就像波比的歌声一样 它唱得非常难听 所以它一唱歌 我就会起鸡皮疙瘩 赶紧离它圆圆的 不过这东西不管用啊 还是引来了施救嘛 看来 下次要在飞机上安装一个更大的驱鸟器才行 是 是那只吸击我的施救 菲菲 只有你能拦住它了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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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嘿 啪 啪 嘿 小心点 超人强 正好带上我 超人强 等等我 喂 带上我 别走 好 飞机这回事前与你有关 请停下来配合调查 停住 哦 哦 它们打起来了 任一啊 真想上去帮菲菲 嗯 可是我不会飞呀 她有个宝宝在身边 我不能用火球攻击她 菲菲好像不是施救的对手 我们助她一臂之力 火箭弹发射 啊 停下 啊 停下 快停下 再来 啊 糟了 火灵之力 哦 菲菲究竟在干什么 不要发射火箭 会伤到是救宝宝的 啊 嗯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袭击飞机 但是我知道 你一定不想让宝宝 过着躲避追捕的日子 那么 就请你告诉我 袭击飞机的原因吧 我们需要查出真相 我们也快点跟上 好 老大 你又想做什么 怕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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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说 和这个驱鸟气有关 嗯 我明白了 是驱鸟气发出的声波 严重刺激了小施救的神经 所以 愤怒的施救妈妈 才会袭击飞机 哦 没想到他发出声波对你的伤害会这么严重 对不起了 如果大家遇到矛盾 都能相互理解一下就好了 哦 是 那这架飞机修好以后还飞不飞啊 不怕撞到小鸟吗 我会再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既能保证飞机的安全 又不会惊吓到小鸟 可恶 他们竟然就这样和解了 我又白忙活了一场 我不甘心 我一定要让怪兽联盟的实力超过研究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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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超级棒棒糖 还有友情来帮忙 让我学会努力和坚强 给我生气的力量 如果没有超级棒棒糖 还有爱的真能量 让我学会自信和飞翔 追寻最初的梦想 超级棒棒糖 偏着太空的光芒 超级棒棒糖 给我勇气的力量 超级棒棒糖 她有神奇的力量 我失灵也不慌 靠我自己 向前闯 超级棒棒糖 偏着太空的光芒 关键时候帮我忙 给我勇气的力量 超级棒棒糖 她有神奇的力量 偏偏失灵也不慌 看我自己 向前闯